屏東方寮這家通訊行前 拉起長長封鎖線 警民員警也到場借戶 全都是為了地上這個小罐子 而且不准打開會爆 重點是它的瓶子 還是醫療用品的瓶子 通訊行員工發現 這個塑膠瓶放在店門口 已經兩天 清潔隊員也沒有收走 靠近一看上面寫的字 讓他嚇壞了 趕緊報警處理 非常的怕 萬一如果真的是 惡作劇沒關係 那如果真的引爆的話 我們附近都是店家 或是左右鄰居 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警方獲報後不敢大意 靜機圍起封鎖線 並通知防暴小組 5 2 3 2 1 防暴小組將這個疑似 暴獵物的塑膠瓶 帶往放鳥魚港空曠地引爆 所幸只是一場虛驚 不過到底是誰故意惡作劇呢 而塑膠瓶所有人 隨後主動到分局說明 因為瓶子內裝有玻璃碎屑 怕誤傷家人才會寫下警語 原來都是一場誤會 民眾將回收物品放在家門口 要讓資源回收再走 未料居然先被拾荒老夫人捐走 證明老夫人經過通血行時 罐子不小心滾落出來 意外引起渲染大波 人會怕 安全考慮 對啊 人家當分射車也危險 幸好這次只是虛驚一場 不過瓶子上寫著會爆炸的字樣 已經引起民眾恐慌 記者張春華 蔡宇山屏東採訪報導